歡迎回來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從這個地方來看 很明顯的我們今天是要來做料理 但是這不是一般的料理 我們今天用的食材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今天要用 狗食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想到用狗食來做料理呢 我來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 我們家的狗樂樂 是一個很厲害而且無法無天的小偷 幾天前呢當我們買了一些雞胸肉 大概一公斤的雞胸肉 然後我們煮好了以後 準備要當做午餐和晚餐吃 這是我們大概兩個人兩餐的份 當然不會配點飯跟菜之類的 弄好以後把它放到這個保鮮盒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我為了要出門擺冰塊 就直接這樣出門 但是這邊有一個臭小偷 有可能會跑進廚房裡面 亂吃我們的東西 所以我開門之前 很確實的把門給關起來 我就這樣出門了 那你知道嗎 當我回來以後發現 欸奇怪 門是開的 糟糕 我覺得有麻煩了 然後走到這裡來的時候看到 原本這邊滿滿是雞胸肉的地方 現在全空了 但是做完現場完全沒有變 它完全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只有裡面的雞肉是空的 意思就是說 它在我出門了以後 它就這樣子把門給推開 把門推開以後 跳到這個椅子上 再跳到桌子上 把雞肉全部吃光然後再逃跑 然後就坐在它現在 同一個地方 糟糕完全沒有事 所以我就想到了 我要給我們家狗的教訓 要讓牠學到不能吃別人的食物這件事情 比起打喇嘛 不如在牠面前吃掉牠的食物 今天影片的主旨是要懲罰牠 不是懲罰我 對吧 所以說我並不是就想要 直接把這個關頭給打開來吃還是什麼的 我想要試著用這些狗零食 還有狗飼料 去做一個人類願意吃的料理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我們要用的食材 第一個是狗罐頭 馬肉口味的狗罐頭 第二個是牛肉起司口味的狗罐頭 狗起司 狗肉乾 牛皮骨 然後吐司 還有狗飼料 那當然在煮東西之前呢 一定要先知道食材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所以在下吃之前 我一定要先試吃看看 這些罐頭的味道是什麼樣子 首先是個草原馬肉 我先吃一點 吃一點就好 不然等一下我一個東西煮 這味道蠻香的 一點就好一點就好 來粉絲米先吃 早餐還要撞土 現在我有 沒有啊 我幹 這裡面有骨狗 其實味道還好 但是裡面超多骨頭 他味道蠻臭啊 You better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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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就很噁心 這就很噁心 吃下去了 然後肉乾 這肉乾 不瞞你說我其實是自己也偷吃過 這個肉乾其實味道還不錯 所以如果你配個什麼 氣神或是酒之類的 他其實蠻適合的 你看 這好吃 這真的好吃 不開玩笑 我們先來給我一個教訓 吃了 然後我先來擦一下這個牛皮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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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要蒸鍋裡面去蒸 我們先把勾骨頭放到電鍋裡面 然後再加點水 讓我們散熱水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 狗罐頭 那我在想說我要怎麼處理狗罐頭呢 我現在的想法是 我要把它做成肉丸 呃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就是 呃麵包粉 蛋 狗肉罐 不是狗 狗罐頭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呃 馬肉 馬肉罐頭 混進去 然後接下來加麵包粉 麵包粉 麵包粉加進去了 它就 上了 我們材料現在都進去了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是 攪拌它 把它做成肉丸的樣子 那攪拌以後呢 那要揉一揉才有辦法 整形 那麵包粉可能有點不夠 再多加一點 麵包粉多一點 吃起來應該才不會太難吃 好那現在混合超過均勻的時候 我再用手去抓 抓成了一個這個樣子 那 抓成形了以後 再燒一鍋水 那 我們接下來等水熱以後 再把這個丟進去 欸 等一下 我忘了 牛肉罐頭一樣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這個也是一樣 不少可能 想說兩個口味是一下不一樣 喔對 我想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狗罐頭 因為不要讓狗吃太鹹 所以它都不會 它都沒有鹽味 要夾一點鹽 如果我明天食物中毒 上社會版之後 就會 看起來有點 感覺會 不好吃的 對 當我們的熱水正在煮開 然後肉丸已經準備好的時候 我們來烤吐司 好像有點壞掉 當然管它了 我們要準備的是 吐司 然後我在想說 拿狗零食 拿狗零食放在上面 就這樣子 鍋碎也放在上面 就這樣子 稍微平均的撒在上面 那接下來就是起司 我們要做焗烤吐司 這樣 這樣做焗烤 我們要做焗烤吐司 幹狗到底怎麼吃 這個 我們把我們的起司下下去 吐均勻一點 看我們就把這個吐司 放進鍋裡面烤 拍清楚喔 這是我們人類 味道發明 這樣看成零刻 當我們這邊來的東西 就準備好以後 我先來看一下 呃 骨頭的狀況 喔 都閃開了 欸 有一個那個 鍋燒液麵的味道 摸起來是硬的 我們再放它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的水收開了 我們準備把肉丸下下去 那首先是這個麻肉的 希望不要生掉 不要生掉 下下去 看起來 好像 還可以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把牛肉放進去 不然 想說 口味就會混在一起 對不對 嗯 現在煮一煮以後 肉丸其實是有點閃的 但是它基本的形狀還是有 不過沒關係 等下起床以後 我再把它拿下去煎 啊 雖然說這個東西是要做給人吃的 但是假如說我真的吃不下去的話 反正是希望 呃 由後面那個王八蛋 能夠幫忙處理這些殘渣 雖然我不知道其他他的 但是如果這東西不好吃的話 反而變成獎勵他 唉 我們枸杞絲已經烤了 五分多鐘了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狀況 呃 呃 看得到嗎 那個 我怎麼不想吃 那個枸杞絲完全沒有融化 但是 味道已經很香了 欸 你看吐司 烤得不錯 我們再放它一下子 然後我們再來驗收一下我們的成果 枸杞絲在虐待我自己 那我現在講一下我的中場狀況 我們那邊呢 電鍋已經跳掉了 然後這邊的東西都鬆開了 豆腐絲呢 枸杞絲還是沒有融化 但是看起來好像已經差不多了 那這樣的話 我們準備來處理我們的肉啊 那這樣我們這邊煎鍋已經熱了 我們準備把剛撈起來 肉丸下下去 看我先瀝乾一點 應該是說水沒有瀝乾 你看後面的狗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誰知道 今天這些東西全都不會給他吃 我看一下這邊 布 阿 布已經等不及了 這把鍋轉小一點 不然他很快就會焦了 你就不想要吃焦焦的東西 對吧 我可不希望我在吃果冠狗的時候 吃到收焦的東西耶 這樣對健康不好 你感覺其實味道都會有一點 看他就沾了 所以肉丸完全沒成形 但我不管 反正只要味道好了就好了嘛 對不對 把他搓在粉上去 那 這邊 肉丸先讓他放一下 然後我們先 讓烤絲出爐 不 讓土絲出爐 燙燙燙燙燙燙燙 喔 走光 肚子好像有點烤焦了 沒有 烤得剛剛好 所謂的枸杞絲完全沒有融化 它變超硬的 起司變超硬的 我完全不知道它其實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開始有點害怕了 看一下 雞肉相容起司 脂肪 蓋 算了 可以吃啦 沒問題 那 我們現在再回來看我們的肉丸 喔 味道多起來了 很香 很香 馬肉丸 對不起 我的廚藝有點不好 它都閃掉了 這香的馬肉味終於起來了 雖然我沒吃過就吃了 那 我覺得再放弄一下好了 保險幾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狗骨頭變成怎樣 狗骨頭已經完全散開變成一般的牛皮了 我先來試試看 它現在變得 它現在變得 它現在有多好藥 幹 它三小都不行 這個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能吃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能吃 哇好好吃喔 我怎麼還全部吃光 看起來沒有好好吃 如果哪一天食物 那個物質短缺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東西 會不會變成你早餐的選擇 是我 我就一定吃啦 對不對 麻布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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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的一餐 已經都在這裡了 你可能會說乾飼料呢 你怎麼沒有用到乾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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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吃過我早餐那一天 等一下這個 你確定這個真的可以吃嗎 我覺得好像不行 我先弄一點 弄一點就好 我 不然不然我真的會被罵浪費食物 那我先把臭米擠灌掉 不然 可以不能炒 對吧 我們現在有我們的 確定不能吃牛肚 我們的早餐麥片 然後我們的 馬肉罐頭 肉丸 牛肉起司罐頭 肉丸 我怕我們吃不完 就這樣浪費掉 我們這邊吃完以後 我再來 給你們牛肉口味的感想 還有我們的烤吐司 好 那我現在準備吃了 這個是罐頭 味道其實還好 你知道嗎 去掉一點 我認真講 它味道其實還好 它的那個質地有點噁心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我的筆地沒有抓完 我只是狗冠頭本身的質地就不好 但是它味道其實還好 沒有那麼糟糕 那個馬的燒味其實真的有點重 還好 真的還不錯 它滿心期待的我要為它 煮它的零食 你覺得這樣爆腹 你有沒有爆腹到 很明顯的上面的東西 完全沒有融化 甚至變得很硬 你看這枸杞汁 好 準備要吃了 感覺像是在吃一團沙一樣 不行 我需要喝一點牛奶捷克 你吃了 你知道嗎 其實出無必要我覺得可以吃 雖然不到好吃的程度 但我覺得真的可以吃 試吃了一輪以後 我的感想是 這個肉王 本身其實並沒有什麼味道 除了一點肉的腥味以外 但是它質地黏糊糊的有點噁心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我料理的方式有出問題 所以我也不一定能怪這個罐頭 但是我覺得再多加一點鹽 然後香料之類的 然後再灑香一點醬 應該是還不錯吃的 這個吐司除了 它的質地非常乾 還有這個枸杞絲 這個味道很奇怪 以外 其實味道沒有說太差 但是最致命的重點 還是它的腥味很重 如果你能夠克服這個腥味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也不難吃 我跟你講 如果上面只有肉乾 然後是用真的起司的話 一樣的肉乾 但是是用真的起司 而不是有狗起司的話 我他媽吃給你看 我認真他媽早餐吃這個吃給你看 那這個麥片的 它這個狗乾乾裡面 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它什麼味道都沒有 可是我開始有點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 狗會想要一直翻我們垃圾 然後還有那個 偷耳機蟲肉吃 因為這些東西真的除了腥味以外 一點鹹味什麼味道都沒有 所以說 我們現在的結論就是 這些東西其實是可以吃的 如果認真做的話不難吃 只是因為我做得太爛 它這個肉完全是浮的 然後沒有什麼調味 我接下來想說 能不能再加一點醬再吃吃看 你知道嗎 我加了肉醬以後 其實味道變得很好 我認真 認真說味道其實變得很好 所以真的是 質地跟調味的問題 如果好好料理的話 我私人是可以好好吃的 小腸這次沒有過水以後 直接下去煎 吃吃看起來 比較好吃 而且聞起來其實比較香 搞不好真的是我做得不好 我剛剛被嫌說 我那個前面肉我還沒有做好 然後我就拿 剛才的肉米再做一次 那這次看起來 身心吃得比較好 那 然後還有調味的部分 我再加一點肉醬下去吃吃 看一下味道會不會比較好 你看旁邊的肉已經準備好 幫我處理處理了 真的是 要你放下的調味問題 他這個認真是完全可以吃的 只是我的廚藝不一定頂得起來 那你怎麼知道要開始試人肉 欸嘿嘿嘿嘿 雖然都是你的錯 但是我今天欺負你那麼久 你總要吃一點東西了 蛤 蛤 蛤 請問你的感想如何 蛤 tır 蛤 蛤 discs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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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這影片在拍什麼 反正結論就是 狗食人可以吃 但是需要多下一點工夫 不是我這種 三角貓就可以解決的東西 好 今天謝謝大家